接近正中午園林市的園林公園內 遊客眾多 三名富人並肩同行 就在他們經過時宜 原先作者的男子突然站起身 衝向他們 手上還持有力氣 其中一人反應很快 及時往前跳一大步 但有一人退後時不小心半島 被對方鎖定攻擊 身上多處被砍傷 公共休憩場所發生隨機砍人案 嚇壞當時在公園內聚集聊天的老人家 當下很多人聽到遊客大喊救命 嫌犯自己也受傷 在遠景趕來時 他倒握步道 頸部好幾道傷痕 加派了好幾台救護車支援 趕緊將受傷婦人及嫌犯送上車 兩名約莫五十歲婦女 全身多處刀傷 表情痛苦 趕緊送醫縫合傷口 他的事業章比較淺層 有稍微傷到機件 所以我幫他縫合之後 他就處理完了這樣 那個封小姐因為又終止 整個機件完全斷裂 而嫌犯從砍人後 到被送進急診室都靜默不語 三名富人並非彰化當地人 從外地到彰化園林的公園 愜意散步聊天 跟人無冤無仇 居然被陌生男子遲到攻擊 張姓嫌犯35歲身上玉長菜刀 坐在公園10分鐘後 隨機朝遊客追砍 警方仍在釐清他的動機 不過追溯過往 他曾在兩年前大鬧急診室 用寶特瓶裝水潑灑護理師 如今更在眾目睽睽下砍人 涉犯殺人罪 在地新聞許書尾 李介營 彰化報導